美国海军已经不再是个对手 055大型驱逐舰 它每一艘都达到了快12000吨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主力舰了 其实这个055大驱 它的水准已经是巡洋舰的水准 但是大陆它不愿意这样叫 因为它不要挑起争端 一看德洛加吉 美国的它已经40岁了 现在055大驱才40岁而已 还要再发展055B 我要再进阶到15000吨 不要说在量的方面 你已经输给了中国海军 第一线战舰 你恐怕在质量上 都不会是解放军的对手 现在很多网路媒体 对于中国大陆殲-31隐形战机 这个型号到底存不存在 现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如今呢 沈阳飞机公司 公布了这一段最新的影片 引发高度的关注 因为在这一台战斗机的模型上 它标注了 它的编号是J31B 外界猜测就是殲-31B的缩写 那其中最吸睛呢 你可以从我们照片当中看到 圈起来的这两个部分了 我们要请干哥帮我们来聊一下 殲-31B它的曝光 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 好 殲-31B 它很可能就是 未来的舰载版殲-35 让大家了解吗 就是说 其实殲-31是 中国空军的制式装备了 但是你现在海军也要用啊 海军要用的那个飞机 就叫做殲-35 那所以殲-31B 就是殲-35的前身 这样能够了解吗 就是说 这个跟美国 我来试一一下 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 我以美国F-35 这个为基准来讲的话 它有三个型号 A B C 三个型号 A是什么 美国空军用的 B是什么 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 C是什么 美国海军用的 所以大家了解吗 大家了解 殲-31一整个脉络系统 它也是在秉承的时候 它发展出 多种军种都能够使用的那种飞机 所以殲-35 它将来会配备在 海军的航空母舰 无舰号上面 以电磁弹射 弹射出去 所以说 它有很多的亮点 它使用了 弹化甲雷达 你要知道 美国到现在还用弹化昆雷达 那是前一个世代的 所以它已经近了一代了 然后它还有合成孔径雷达 所以我就跟 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现在的殲-31B 它亮相了 对不对 也代表什么 也代表中国的隐形战机科技 有很大的进步 为什么 本来都是 那个成都飞机公司 成都集团 研制了歼-20战机 大家记不记得 还有歼-10战机 现在是沈阳飞机公司 在良性的这种竞争之下 就是说 你会做隐形战机 我也会 但是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在中国的体制下面 发展出来的 双轨的隐形战机生产线 这互相有静和关系的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歼-31B它亮相之后 它就代表说 它不同于歼-31的原型 因为歼-31的原型 是空军在用的 歼-31B 它将来就会成为歼-35 它要比歼-31 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为什么 从航空母舰团射不用讲了 它那个起落架一定要更强 机翼要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面临垂直起降的问题 那就会有歼-31C出来 就是说 大陆在这方面的发展 真的是 我跟你讲 日进千里 而且你都不晓得 它等一下后面又出了一种 又出了一种 也就是说 它的进步与时俱进 会令人非常的惊讶说 这个本来不是说 好几年前我们就知道 有歼-31了吗 可是为什么后来 现在又有歼-31B呢 就是因为它的衍生型 不断的发展出来 很类似美国F-35的系统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后发先制 我们有后发的优势 你前面的F-35的缺点 我们大陆这边的歼-31B 在隐形战机上面 都会一一的克服跟改正 所以它将会成为 美国F-35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所以刚刚刚帮我们提到说 F-35 其实美军一直都很自负 他们的F-35嘛 所以他们本来只有配备 中程的这个弹道飞弹 但是呢 歼-31它是要恢复短程的 这个弹道飞弹吗 那就是作战观念 就是说大家晓得 以前在越战时代 美国已经舍弃了机炮 因为他说飞弹对飞弹就可以了 以后将来我们的空战 都使用飞弹 所以连火炮都拿掉了 后来跟北越一打 吃大亏 为什么 因为还是要近距离格斗 为什么要近距离格斗 因为你不能 你今天隐形战机 它的优点是 它不是真的被你看不见 而是它有隐身的涂料 可以让你在 我已经看到你 你还没看到我 那我就可以打你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歼31B 它配备了 大家看 这旁边有一个弹仓 这旁边有一个 其实你是盖 现在看起来是盖起来的 其实它可以打开 它就把中层的弹道飞弹 中层的防 空对空飞弹 对不起 中层的防空飞弹 放在里面 那左右各有一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到了四距之内 四距之内是多少 十公里之内 那就要格斗了 格斗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突然放出了 近距离的 PD-10型 短程空对空飞弹的时候 打出来 我跟你讲 会让对方 没有办法 一下没有办法招架 而且PD-10型 有一个什么优点 你知道吗 它跟美国的 AM-9X 响尾蛇 飞弹 有一样的优点 全向位攻击 也就是说 当它放出这个飞弹 它已经 甚至可能两架飞机 在对头攻击的时候 它已经飞过去了 这一枚 PD-10型 可以倒退回去打你 你知道 可以绕过一圈 再去打你 这就是所谓的 离轴攻击 离轴飞弹 所以PD-10型 它现在已经具备 跟小伟神 AIM-9X 一样的能力 然后 它的弹化甲雷达 又比你先进 那我今天想请问你 等到 殲-31B 或是殲-35 它真正服役的 那个时候 它的航电 和电子作战系统 一定会超越什么 现在的F-35 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现在的大陆 中共大陆的军武 其实不管刚刚提到的 空中还是海上 都有进展 那我们来看到 这是百度网军事专栏 兵器专栏 这里头发文说 目前中国正在建造 第二批次055型的 飞弹驱逐舰 但是跟先前的 这个同型号 是不一样的 以及最新Google卫星图上的 资料就显示 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似乎在建造一艘 外形神似中国海军 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船舰 但是呢 我们要来看到 是因为有专家研判 说这可能是 隶属于大陆的海景 如果大量建造的话 未来是不是会频繁出现在 第一岛链带来的威胁 依林你要知道 055大型驱逐舰 这句话本身的意义 有多么重大 虽然它已经有八艘下水了 对不对 它每一艘都达到了 一万一千多 快一万两千吨 已经超越了 美国的主力舰了 美国的主力舰叫做 太坎德洛卡 提坎德洛加级巡洋舰 其实这个055大驱 它的水准 已经是巡洋舰的水准 但是大陆他不愿意这样叫 他只能说 它是大驱逐舰 其实它是巡洋舰 巡洋舰是比驱逐舰要大 大多了的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要挑起争端 不要挑起竞争 说我还是驱逐舰 那也就算了 你已经有八艘下水 我们知道 提坎德洛加级 美国的总共有22艘在意 但是他已经40岁了 现在055大驱才40岁而已 还要再发展055B 什么意思 我要再进阶到一万五千吨 哇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跟美国的 那两艘朱网特级驱逐舰 是同样一个等级了 甚至还要超过 一万五千吨已经是 我们现在现役的 全球人类的军舰史上 最大的船了 你知道 可是朱瓦特级的 电磁轨道炮失败了 四年前美国海军放弃了 现在055B 他要装电磁轨道炮上去 那你想想看 你要用什么技术来突破 就跟福建号一样啊 他赢过福建号的地方 是在哪里 中压直流电 你采用中压直流电 请问你这一艘军舰 你这艘新的055B的军舰 它的马力要多强 它才有办法 你可能要再装两台柴油发电机进去 所以你才会做那么大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一万五千吨 那就超过两百公尺长了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海上堡垒 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 它以前就被怪说 你们这个055大区只有 112个飞弹发射警 对不起 我们现在有128个 已经碾压你 迪康德洛加级 因为你只有122个 重点不是在这里 说我们比你多几个飞弹发射警 不是这个意思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我们有新的 红旗26跟红旗29飞弹 大家可能对这些飞弹陌生 没错 这些飞弹就是 好比美国的那种反卫星飞弹 像标准六型 标准三型 可以跟它们等量齐观的飞弹 所以等到055大区 在2030年问世的时候 我今天只能这样讲 就是美国海军 真的 他们到那个时候 已经恐怕不再是个对手 不要说在量的方面 你已经输给了中国海军 你在直的方面 尤其是这是第一线的战舰 第一线战舰 你恐怕在质量上 都不会是解放军的对手 美国海军 你真的要急起直追了 是我们还要来看到 中国军武的最新焦点了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表示 成功研发了一款 300毫米口径的 车载大口径的榴弹炮 称为霞炮 那这个榴弹炮呢 伸管长度大概可以达到15米 最大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 具有摧毁密集建筑物的能力 那在俄乌战争当中呢 中国就解放军他们看到了这个拆楼的必要性 所以认为说霞炮呢 这是为了要打赢陆攻坚战来做准备 我们来看到滕讯网 他释出了解放军霞炮的示意图 号称有媲美火箭炮的300毫米口径榴弹炮 说一炮就可以飞越台湾海峡砸到台湾境内 这样子哥您怎么看 说这是攻击台湾的力气吗 当然这个小炮的部分算是一个 再次研发的部分的武器 大家来吹牛一下没问题 再让下两岸紧张 所以就直接讲 他就总不会去讲说打菲律宾马尼拉 所以也打得到 那我们不能不说 其实大家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还是要特别关注有关于 这个所谓动武2D的这样子的 也这样子的这个舰艇 过去原本是在中国大陆 在设为在作为淘汰的范围 但后来整个政策大改动 然后知道动武2D呢 从2012年开始 其实已经有分三批 已经有25艘 25在现在服役的表现 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可以说是整个区部建章 除了动武5D这个大区之外 目前的表现啊 军力各方面都非常稳定 那么舰艇的部分的性能 那么人员的配置 都非常的完美 可以这样讲 所以本身也这样子 可是它是作为7500吨 那中国大陆在原先的 海军的建议计划 要不就万吨 像刚刚讲动武大局 要不就5000以下的了 所以更灵活一些些 所以原先其实要被牺牲 这动武2D的部分 为什么会大的改变 我觉得主要就包括台海 包括南海等等 包括对于日本 那么包括台海的这些情势 后来发现了 过去海警 本来认为是更灵活的来进行 但发现现在不行 海警各方面 你要有更强悍的海警的力量 但是你又不能用在海军出现 只要海军的话 就关系更紧张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这一两年 或两三年当中 整个在第一岛链情势的变化 中国大陆在规划自己的海军当中 赫然回过头来发现 哇 动武2D这个部分 7500吨 而且对抗美国 现在8000吨级的 这个部分来讲 是一个可以下好 可以进行的东西 而且过去动武2D 中国大陆没有为国外当中去打造 没有卖给 那沙利阿拉伯一度很想买 当然美国作梗 所以整个过程来讲 我们可以重新发现 当然在台湾大家 真是你非常喜欢的 就是动武2D大吃 我也很着迷 可是这确实动武2D 它未来会变成是海警 最强大 顿性最高的 而且会在武力的边缘 也就是说我都觉得 以后动武2D的 这个部分的担任的角色 在台海之间确实是相当重要 而且敏感的 这个部分就只差 就两岸军事冲突的边缘了 可以这样来看 所以缺小艇 以及后面配置的 全新的武器 都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 是 那美方这边 我们来关心到 美国防务新闻 在2号进行报导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其实美国空军 并没有放弃打造 第六代战机的计划 次世代空优 但是当前 美国政府的财政相当紧张 那接下来真的有能力 可以面对这样的高额的价格吗 杨老师 这是一定要做的啦 因为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嘛 那第六代其实 十年之前 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 在启动相关的研究了 不过因为它造价非常贵 对 说一价可以买三价 F31 大概就三亿美金 一百亿台币 那这个差不多 可是能够做的国家 大概就是美国 中国 俄罗斯 以及欧盟 欧盟还必须要 法国 英国 这些国家要合作一起 才有这个机会 那在美国 现在你看到这NGAD 这是洛克希德·马丁 他所提出来的 那NGAD 就是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也就是所谓 次世代空中优势 那什么叫做第六代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它比第五代的引擎能力 还要强 而且有超音速的 这种巡航能力 然后它被有主动式的防御体系 比如小型的雷射 或者是投射式的拦截飞弹 雷达采取主动式的向位列阵雷达 会去更先进的技术 还很重要 它把AI的技术要整合进来 还有最重要的是 它要跟无人机 无人作战飞机 这个要做协同作战 所以这个NGAD 它预计要开发200架 哇 我算一算200架 600亿 乘3 600亿美金 那以现在美国的空军 它要做所谓的隐形轰炸机 它要做新一代的ICBM 也就是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钱吗 但是不要担心 这个军工复合体 一定会让你这个掏口袋的 而且它可以扩散在每个州的 这个就是说的这些工厂 所以它在政治上是交代的过去 因此军费基本上其实是可以 那中国大陆也在做类似的这个东西 不过他们都说可能要等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都要等到30年代的中期或后期 还可能会出现 中飞在南海争端不断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访问了 马来西亚大马总理安华会谈的时候 两国总理一致都同意说 中国与东协国家应该自主妥善的 处理南海问题 管控矛盾分歧 促进对话合作 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那之所以会有这番讨论 也是因为日前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他就批评说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 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 操弄了集团政治 还有阵营对抗 调缩了激化涉海分歧跟矛盾 损害的是沿岸的 这个国家的正当利益了 我们要请问纪大使说 难道现在南海由中国跟东协 他们处理的这个共识 美方也要来干涉吗 美方自始就不同意 美国有政府对这个有过 比较正式的说法 他就是说南海是占 占世界的这个贸易量的一半 这个商品货品贸易的一半 这里面很多都是干涉 牵涉到美国 很多这世界各国的利益的 经贸利益的这些商品 所以他认为南海是属于 全世界都可以干涉的地区 因为它有利益在这个地方 美国是这样讲的 不过就是说 基本上过去美国在南海 他没有采取积极政策的时候 南海事实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冲突 而且就跟 就以大陆跟这个菲律宾之间 目前这个冲突来看的话 也是跟不同的人主政有关 因为在杜特地的主政的五年之间 好像就没有 好像没问题 那这个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小马可市 好像问题就很大 从去年开始风波不断 对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你可以我们记得很清楚 这个杜特地跟美国关系不好 那么跟大陆关系比较好 那结果南海就没事 那结果小马可市完全清美 那跟大陆关系不好 那南海就出很多事 所以美国在南海 就是说中非的这个 有关的水域冲突 美国扮演重要角色 我想这个从这个过去的历史 自应该得到证实了 那当然就是说整个南海 就是说基本上 它大概应该就是说 除了岛屿之外 应该都是属于公海吧 对不对 那岛屿的部分 基本上对这些岛屿 你先有了岛 你才有领海 对不对 那对这些岛屿的这些 所谓的深所国 就主张有主权的国家 基本上也就几个 菲律宾其中之一而已 对不对 两岸是一个 然后菲律宾 然后还有什么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 基本上 只有菲律宾 跟域外国家合作 马来西亚已经讲了 不要域外国家来干涉 这个越南也是一样 越南认为 这个它反对域外国家 来干涉区域内的事物 这是上一次 包括美国总统 到这个越南访问的时候 越南也是这样明确讲 那印尼更是如此 那中国大陆也一直这样主张 所以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区域内 南海区域内的事物 一直把外力拉进来 基本上就是菲律宾 那菲律宾 那事实上的话 就是说 这个对于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比较有困 解决这个困难 只会增加它的困难度 那有人说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会 加强这个好运用菲律宾 来干涉南海事物呢 因为现在正在谈的 南海行为准则 里面有一条重要的原则 就是南海内部的各种 不管是纷争 还是合作 还是如何如何 都由区域内国家自行解决 不要让区域国家 外国家来插手 这是行为准则 很重要一点 如果这个所有的 这个南海深所国 大家在这方达成共识的话 那美国今后要在这里插手的话 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也就这个就是说 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个 南海行为准则 有人说就这一两年要谈成 所以美国怕这个主要的这个 域外国家不能干涉的 这个原则被接受以后 美国今后不好在这个地方 这个办事 插不了手 插不了手 所以就加强运用菲律宾 把这个事情搅黄 那现在看起来也差不多 快达成一半目的了吧 就美国的这个 起心动念来讲的话 它还是蛮有 蛮有效的 好那其他国家的态度 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眼看南海的情势紧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纽约斯兰总理卢克森 他们6月19号 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同意双方情报分享协议 那日本的外务省网站 也发出声明内容指出 日本反对任何单方面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 还有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这个行为 那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 他最新回应说 日本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所以无权介入中非之间涉海的问题 好菲律宾如此拉拢 日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 挑动起一些对抗 是不是会让这个地方的情势更加紧张 那汉婷你怎么看说 是不是会沦为别人的妻子 像前面大使说的 杜特帝曾经在 就这一个月他才说 南海本无事 美国一来就有事 尤其这几天的风波 完全是给菲律宾 还有西方国家重重地打脸 把脸都丢光了 第一个对菲律宾来说 自己理亏 因为你先前的承诺 是说我们顶多是送一些 什么人道的物资 做补给 但这一次发现 你根本就不是来做这件事 你完全是派了海军的部队 还是特战部队 然后还过来带着枪 你拿着派着士兵带着枪 那请问海军带着枪 闯入了中国的海域 不仅违背承诺 到底道理何在 而且这所谓的海军特战队 竟然就败给了大陆的海警部队 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那第二就是重重打了西方的脸 尤其先前在G7国家的时候才针对大陆 讲说这个画下了红线 其中一个就是不能够去反制菲律宾 结果在17号的风波 大陆果断对菲律宾采取了强制措施 船被扣 枪被绞 人受伤 节节实实甩了G7国家一巴掌 那第三个就是美国本身也非常没面子 因为美国过去也多次宣布 菲律宾一旦出现人员伤亡 将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结果现在菲律宾确实是人伤了 枪也被绞了 而且关键它是海军特战部队 因为如果是菲律宾的渔民 这个被大陆怎么样了 那美国管不到 那菲律宾的海军特战部队受伤了 被扣了 那美国为什么至今也就是出一张嘴而已呢 而且我们看到最实际的 就是说 哎呀前一阵子不是有所谓的 美国啊日本啊 然后有联合军演吗 其中就包含在菲律宾的海域 对吧 这个军演是从6月7号到18号 结果初四十几号呢 是17号 那请问一下 美国的航母跑去哪里了呢 哇 一个罗斯福号 哦 干嘛呢 这两个月一直都是在关岛 这两个月都是在南海 但是呢 就是事情发生紧张的时候 他就跑了 另外一个呢 雷根号都有参加演习 但是19号的时候 他也已经在关岛 所以菲律宾一出事 本来航母都还在附近 但是呢 马上大陆一出手 航母他就跑了 航母就跑了 所以目前来说 对于菲律宾真正需要发展 还是他自己国内的一些经济 跟民生的问题 动不动呢 就是联合域外的势力 然后来跟中国大陆的对骂 或者是对呛跟叫嚣 最后受伤的都还是只会自己 更何况 如果美国真的有想要来帮忙的话 好歹派个军舰吧 或者好歹美国派几条海警船嘛 而不会是完全就放任的菲律宾 你就自己干自己的吧 然后最后呢自己受伤 这讲难听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叫唤狗 但是都不给狗粮 对吧 还要狗自己花钱来买骨头 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说 这个还是应该要回到当时杜特地的这个路线 可能对菲律宾的人民会比较好 是好 那现在大家也在好奇说 中国现在是不是要在南海这个地方来清场的呢 就是因为菲律宾媒体报导 说有当地人在6月19号的时候 在这个巴拉旺岛 巴拉巴克海峡附近 募集到有两艘中国的军舰航行 那其中有一艘这个军舰标的 就是这个妖动物 这是中国海军动物五行的驱逐舰大连舰的型号 所以我们想请照静文哥了 这个动物它的真实战力到底怎么样 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年其实中国海军的这个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发展得非常迅速 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规模 是这个批量生产建造还有服役的速度 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我记得我大概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上海 上海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外滩现在是旅游胜地 那时候的外滩是很多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 吴湖造船厂 我还记得那时候 052B驱逐舰正在建造 10至20年后的今天 它已经从05B 052B到052C到052D 现在更新的05都有8艘在服役 这速度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发展史上 至少这个冷战以后 之前无古人它的快速 而且像05D它是最新的驱逐舰 它也是盾位最大 而且集目前解放军海军驱逐舰科技之大成 包括它上面的这个飞弹数量最多 112枚 那另外它的雷达 它的综合射频系统 还有全舰的隐身逆中射击 那都是最成熟 而且这个综合性能最强的一种驱逐舰 也因此它在短时间服役以后 它就立刻投入很多地区的 包括执行任务 执行中俄海军联合军业 乃至于配合山东舰 那进行一个远海相关的训练 那这次在南海进行一个 对于菲律宾的威责相关的操演 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案例 而且过去两三年 它多次在海上与美国海军的军舰实际对垒 大家还记得 它日前还对于大连舰还进行一个表彰 表彰它过去在执行远海任务的时候 表现非常的好 当然解放军海军就没有公布 它到底表现什么特别的一个攻击 有什么记录 但从这样的一个表彰就可以知道 解放军海军对055系列驱逐舰还是挺满意的 而055的这个成功 事实上相对于美国海军 另外一个样板就诸瓦特级驱逐舰 可以说两个极端的典型 诸瓦赫它服役的时候 大家认为哇这个世界海军一个未来前瞻 就是要这个样子 但没想到美国海军后来算盘 这个只去算过以后 哇这个军舰实在太贵 因为据估计一艘的成本 大概四十几亿美元 也有可能高达五十亿美元 因此美国海军虽然很有钱 但后来它被迫删减它的建造这个产量 那只生产了三艘 而且它服役初期 产生一堆糗事 比如说它采用最先进的全电推进 就像电动车和油车这样的概念 哇走在世界的先端 但没想到它可靠度不好 多次发生海上严重的故障 被拖船拉回缸里面 这个是蛮糗的 而且这么大一艘船 一万四千吨 它整个飞弹的配备数量 大概八十枚 跟零五相比 它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也因此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海军 都有一个重要的启示 就是你的设计指标 还有你的黑科技那么多 但综合的性能和可靠度 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加上造价 操作成本过高 就迫使这个朱瓦特 变成像样板一样 攻在那里 但实际的作战能力 其实非常非常值得怀疑 中国大陆海警局 在日前发布的海警第三号令 就从今天6月15号开始 实施依据2021年海警法 所制定的海警机构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简称海警三号令 让大陆海警在海上的执法 多了强而有力的法源依据 但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特别讨论 我们整理了包括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大陆海警 可以在认定在大陆所属管辖的海域 扣押涉嫌非法进入大陆领海的 外国船只以及人员 第二就是不需要经过审判 就可以拘留涉嫌非法侵入者 30到60天 第三是大陆海警 可以有权要求登船领检 在大陆认定的管辖海域里面 所航行停泊或作业的船舶 当然这也引发了 是不是会单方面的破坏 区域和平行为的争议 目前看到台湾方面已经有外交部 还有海巡署发声表达关切 但首当其中的就会是台湾 第一线在执法的海巡人员 所以先请教靖哥 面对大陆这一道海警三号令 您觉得在海上 到时候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以及特别要小心有哪些问题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 人家有政策我们就应该要有对策 海委会应该要提供非常明确的政策指导给海巡署 那海巡署他必须要了解哪些是他必然要做的事 哪些是他绝对不要去做的事情 同时要透过教育全民 而且相关的业者 以及在海上工作的这些业者 提供他必要的资讯跟知识 这可以透过进出港 安检的作业之中 然后进行宣教 但是也必须要政府其他的部门 因为我们知道海洋的事业 其实是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部会 比如说对于渔民 你应该透过渔业署 那是隶属于农委会对于渔民 说明相关大陆的政策跟法律 对于出去了观光的海吊船 或者说海上油气的活动 那你应该透过交通部 就是航证跟观光的单位来做 那同样的打铁要靠自身议 因为这些所有是根据海警的执法 那我们也知道两岸之间 也有很多非法的海上的活动 比如说偷渡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行话叫做做筒子 对不对 这边犯了罪 然后到对岸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不要让人家有话讲 所以我们也要加强 查起所有的非法的活动 总而言之 事情要做的很多 相关的首长要真正 要有肩膀去下达政策指导 而不是随便在脸书贴 你们被打趴是活该 你们被打趴是应该 这个打击士气没有用 你要拿出来真正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让人家了解政府的立场就是什么 但是政府现在外交部也好 或者说是海巡署 这样去发布这些政策立场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重点是 我们是政府是服务民众的 民众了不了解 对不对 我们要让民众不要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然后产生这种摩擦 假如你不去教育民众不去说明 这是政府事情的准则 实际上在海上万一两方遭遇的时候 像您刚刚提到的重点 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 因为这个会升高局势 像看到大陆在先前所宣布 2024年度南海地区的禁余力 也在6月15号这天正式生效 要长达4个月 上海交通大学海事研究副教授郑志华 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许瑞玲他们就分析说 新的规范指导方针可以成为法律文件 而实施与否取决于政治因素 而非法律因素 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有法源 但这个问题恐怕得用政治来解决 现在看到大陆方面是 海警在前 海军在后 最近看到解放军南部战区三艘 海军万顿局 万顿大区 包括画面当中右下方 我们所看到的055型的飞弹驱逐舰 像是尊义舰 咸阳舰 还有延安舰 那么搭配了052型的飞弹驱逐舰 在南海进行了实战化演训 所以中方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面 先让法律到位 接下来后面再配合军事的施压 连美国国务院方面都已经发表谈话 说担忧执法将会大幅的升级局势 现在看到面对大陆出招 首当其中单也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怎么接招呢 大使 菲律宾要看美国下什么指令 他要怎么接招 看美国怎么这样 对啊 我想美国基本上还是尽量避免冲突吧 对啊 这个很多就是施压的形式 如果施压施到破局了 那施压也没有用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最近大陆这个三艘 这个055大区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它三艘 通常到一个区域 通常都是055的话 都是单独出巡 要不然就是跟着那个大陆的航母 他做护卫舰 那三艘集中在南海 做一个军演 时间也蛮长的 这是前所未舰 当然我们张博士应该更清楚 而且他除了搭配 他还有052 这一系列的这些 最新的舰 这个好军舰在这边 那055一艘军舰 他就112个就要垂发 那里面什么样的东西 都可以装进去 你舰对空 舰对舰 舰对地 那 进入全方位 进入全方位 你比如说那个英级21的话 你可以装这个战术线核导弹的 弹头 你的射程起码1500公里 而且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这个所谓的超高音速的 最后这个最后阶段是死马赫的 所以这个三艘放在一起 这个真的是 我想如果专门针对菲律宾的话 我觉得有点杀机用牛刀了 我现在美国方面就是听到说 除了表达关切以外 您觉得他们会有实际的什么作为吗 实际的作为就是演习 美国也只能演习 能够发炒弹去打敌人 演习表态 也是白证 但是这三艘驱逐舰 我来为大使补充一下 这三艘在它的演训期间 操了很多相当复杂的科目 特别跟岸机 以及空中的战机之间 海空连训的科目 复杂度却比以前高 另外还有跟其他各类型的舰艇 的组合的训练也很多 最重要是这一次 特别做了很多次的 夜间的操演的科目 所以美军的很多的侦察机 到了晚上还是 黏在那里不敢走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 而且这不是进到 一级战斗部署吗 对 这是 它是一个就是这样宣称 但是你真正看门道 看他操演 做了什么科目 跟他对练的是怎么样 而且他照理操演的时间又如何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越是找不到任何电池的信号 你会越焦虑 就是他表示他的发射管制 已经在电子做在这个层面 又做深入一层 所以这一次 整个让那个架势摆出来 恫恶力十足 恫恶力十足 张博士讲 这个就是说 演练项目当然很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时间 这一段时间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在做这个 这种大规模的军演 高强度 高战力 高这种战力的 美国跟他的这个区盟邦 六月七到十八 勇敢之盾 过去都是在关岛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今年提升了 他基本上 现在正在日本操练 他是从这个菲律宾这样上去的 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什么荷兰啊 什么土耳其啊 什么这些军舰 都经过台湾海峡 都是黄黄本来 都在日本集合 还没完 18号以后 六月十七到八月一号 对不起 太平 皇太军演又开始了 二十九国 然后呢 大概有四十多艘舰艇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时间上倒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概念上 其实说你敢来 我就敢出面面对 我就是说大家衡量一下 谁手上的家伙厉害 你05大区说实话的话 你今天如果美国 不是派他的航母另当别论 你如果以战舰来讲的话 你那个荷兰的战舰 你那个土耳其的战舰 你怎么比呢 当然有讲到说 美国方面表达关切 特别强调说 中国大陆的国内法 并不适用于他国 专属经济区 或是公海当中 悬挂他国 国旗的船舶 所以执行这些法律 就从今天开始 要执法的话呢 恐怕会大幅升级 这个区域的局势 所以国务院 也进一步的呼吁说 敦促北京 以及所有南海主权的 声索国 所提出的海事主张 必须跟1982年 国际海洋法公约 所体现的国际法相符 现在搬出了 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 那么就能够应对 现在这整个 升高的局势吗 因为刚刚特别强调了 两位教授 我们刚刚所提到 已经说 这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怎么解决 其实从这一点 他在今天提出 这个新的措施 他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那除了军演 其实我们在台湾 已经习以为常 那以前其实很多 国外的友人都问我说 你们台湾安不安全 然后我就回他说 我们甚至听说 有人包渔船去看飞弹 那我们就觉得说 原来台湾是这个样子 但你看在今天提出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回到海洋法来说 那从一开始主张的 自己的领海 从三里变成 后来的十二里 那甚至经济海域两百里 但在这个背后的目的 我觉得有可能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在主张 他们包含钓鱼台 他们叫钓鱼岛 日本叫间隔主岛 那以及南海部分的海域 他们的主张性跟正当性 那在这当中 其实也会去牵扯到 我们周围的邻居 比如包含日本的韩国 针对主岛之间的主权 那其实我觉得会变得 把现在国际的氛围 弄得非常的混乱 那他在后面 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去拉拢谁 然后一起去排挤谁 那是不是能从美国的 这一个岛链的 这个世卫里面去突破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其实要看 像刚刚大使听点到的 美国方面相对应 他会如何的回应 美国自己不是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签约国 美国从三海 他搬出海洋法 美国他的规定 他的领土的变更 要经过参议院的规定 美国从三海里到十二海里 是单方面行政党局 就发了一个声明 然后扩展到200海里的 所谓的专属竞技区 也是发个声明 那个基本上来讲 是unloful 就不合法的 他的参议院从来就没有同意 他延伸到十二海里 但是强权 拳头大就是公里 实地会说话 对啊 他又把它端出来了 江老师 我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看到最近马上就要卸任的 这个AIT美国再来协会的处长 孙小雅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说了 说台湾民间公司要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 必须先达到美国的标准 大家就很好奇是 孙小雅所抛出这个美国的标准 您怎么解读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说 前一阵子 孙副总统 在美国国会山庄的一个论坛里面 用影音发表说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供应链 能够进入到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工业战略 的一个供应链的安全会议吧 那简称就是SOSA 那我去看了一下 里面的会员国 有点像是大同盟的感觉 其实有17个国家 那这17个国家 他就是负责去提供 跟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军事的武器采购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维修 那今天提到这个话题的话 就可能是说 是不是台湾要去符合 美国的这个样子的标准 那甚至说有可能因为 我们为了加入这个东西 会不会要求我们的供应链 往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但是可能不会明说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联盟的里面 他有讲说我们要去 希望能够在联盟的 这些17个成员里面 能够互相去做资源 那甚至暂时的时候 能够优先提供给 需要帮助的伙伴 那往好处想其实是台湾 如果加入这个东西 其实就可以取得一些 他们相关的一些技术支持 那甚至是他们的一些 一些订单 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视为 是美国的盟友吗 这么单纯吗 来 请你个补充一下 我想应该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为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是台湾 就是国防产业工会 国防产业协会 从一开始就在这边游说 从2018年开始 每年的上半年度 都会举行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所有游说的 就是不断的希望 就是能够拉生意 美国很多的军备的生产 我们加入这些供应链 美国刚开始的时候 是相应不理 但是COVID-19 2020年开始 严重地打击美国国防 军备产业的生产 现在是根本 就是完全失去状态 要不然不会说 我们对美军购 欠了这么多东西 都没有给我们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加入这个供应链 不是那么简单 基本上有四个重要的关卡 第一个 你必须遵守 美国输出管制的 各项的要求 这个法令之中 有很多我们政府的法令 必须要配合修改 第二个 我们要落实 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 否则的话 技术转移根本就不可能 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产业之中 对于资讯安全的保护 尤其很多在处理这些东西 都必须是要求 独立的作业的网络 不能连接到网纪网络 最后一个 就是人权 人员的查和安全的保密 假如说你今天 某一个产业 你有这个产业集团 有20家公司 8家 有两个兄弟 8家在大陆营运 12家在台湾营运 我跟你讲 你做梦都不要想加入这个链 你必须完全跟大陆 完全是隔离 那不是完全 完全跟大陆隔离 你连到越南设厂 到北韩设厂 到某些争议地区设厂 或者有这些交易活动都不行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你必须要站边了 OK 不仅是站边 你要非常的 就是干净 才可以加入这个东西 中共解放军 在新疆塔克拉马甘沙漠 除了修建 美国航母福特号 1比1模拟靶件之外 日前我们为您报道过的 那如今还有一个新消息 是保加利亚的军事网站 他们根据了未经图像 发现在日本的本土基地上 有可能也成为模拟攻击的对象吗 因为报道内容提到 解放军在这个沙漠的靶场 停放了有多架美军最先进的F-22 还有F-35模拟空军基地 那矛头到底指向谁呢 因为现在呢 中共的解放军的这个演练 是真的鉴质日本吗 谢谢大师 不管是不是鉴质日本 它是鉴质这个 这两型美国的飞机是确实 那是不是鉴质日本 这是后面这些报道的一种 一种逻辑的推论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种 这种演习测试使用 那会不会打日本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绝对不可能 或绝对可能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 是不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才去做这个演习 而是说你是一种准备 而且很多东西的时候状况 这个状况出现 那就会出现 那为什么 台湾海峡两岸 对立这么多年都没打仗 对 因为照大陆来讲的话 一些状况没有出现 你并没有 台湾到目前没有人敢 去修中华民国宪法 把中华民国国民改掉 你去试试看吧 你如果修的话 那就很难说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状况的问题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 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一天 跟这个F22 F345去对决的话 那就变成就是说 有一些状况出现 如果台海出现问题 南海出现问题了 美国一改前态 一改比较懦弱的前态 说你违反我这个 美非共同防御条 第四条 你现在去打 你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 特战队的拇指打断一个 构成对这个菲律宾的武装攻击 那我这样解释的话 那我就动武了 动武要快速升级了 你也把先进武军 那就去打起来了 那所以说没有什么 绝对不会发生的 也没有绝对一定发生的 可是呢 做军事演练 军事的演习 都是把所有的状况 都要想进去 你不能说 这个不会发生我不做 那个会发生我才做 这种事情 只要有存在的可能 它是你的潜在敌人 所有状况都要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不是在朱日和以前 还发现过 我们总统府 整个国外特区 国外特区全部都 全部都 最近还有说 这个什么总统官邸的图 也被画出来了 这些就军事来讲的话 军人就是每天准备打仗 那所有的状况 都要想定想好 然后呢 对各种状况 都最好准备 最好的演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发现这个飞机 就是说中国大陆 要打加首纳基地 要打日本的什么 岩首基地 我觉得这个推论 有点坚强 是 好这个推论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 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说 在新疆的模拟机场跑道 跟飞机的模型 都有被导弹命中的弹痕 所以大家也说 显示说这个中共解放军 就是有针对机场跟战机 在发动攻击的准备 那刚刚介大使也提到了 都可能会有这种演练 那包括了这里头出现 F22 F35这个战机呢 大家之所以会 就是有这样子推测 就是因为美军距离中国最近 而且有部署 这两款战机的一个机场 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刚刚介大使 帮我们提到日本冲绳本岛的 加首纳空军基地 还有本周的山口县 沿国航空基地 那解放军东部 这个战区所属的南京 它距离冲绳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山口 大约是1000公里 跟1270公里 那刘老师我们想请教您了 因为这个范围呢 都是包括了在这个 东风时期跟东风26飞弹的射程之内 那您怎么看说 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日本本土 纳入作战的这个假地 首先第一个我非常同意 刚才介大使所讲的 那么不是说一定是打或不打 它真的是针对那种武器 F22 F35 那么如果是在解放军 它在做演练的时候 当然它会把它当作一个假定 就是说我今天能够打日本 我打怎么样 那不等于它 它就会发动日本 因为你如果打日本 你考虑的不只是军事 包括政治经济 一连串都要考虑 可是它这个部队在练习的时候 在做各种假定的时候 我可能在日本 那你说在日本 那当然想说 你在这个中共的 这个飞弹的射程里面 它当然要加强它的各种防卫嘛 不管是它的雷达 它的各种的移动式的雷达 它的这个防卫 你可以看得到呢 日本事实上 它是以前说的 美人的条例叫周边有事吧 周边有事 它并没有很清楚地 画出什么样的地理范围 但讲周边有事 这边也是就很多 有弹性的可以解释 可以解释 那就是看着 当时的整个情境 会影响到整个 如果真的台海发生紧张的话 会把哪些国家扯进来 美国啦 日本啦 菲律宾啦 那些国家会扯进来 所以这个都是 万一真的发生的话 所有事情都可能发生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在做最坏的一个准备 不管是武器啦 飞弹啦雷达 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方案 是好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办官方性质的网站 Naval News 在6月26号报导 在英国举行的 海军领袖联合海军活动24 CNE24 会议上呢 日本的防卫省海军中将 金吉真一 他揭示了 您从图卡上看到 这新型的13DDS 防空驱逐舰的设计蓝图 说今年开始设计 预计在2030年初 要开始服役 意在应付全球越来越复杂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就想请教肖伟哥了 这个13DDX 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好 这个13DDX 它其实这个船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这个军舰发展 它基本上就两条 水面舰上面来说 它大概有多条路 主要如果说我们针对这种所谓的 这个护卫队群 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 它的军舰包含有护卫队群 跟那个地方队 这两种 那护卫队群是它主要作为 对外应对的 维持海上生命线的这些军舰 那这个时候它里面呢 里面主要是有这种 最早的从这个DD101 就是春雨级 到后面的这个秋月级 到后面的这个最新的朝日级 它基本上是同一个船型 开始不断地慢慢去修改 但这中间呢 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因为现在日本也面临少子化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 其实也不那么容易招得到人 像当时我们国军 要转成这个全支援役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有说 你连日本那么大的人口规模 才能招到那么点人 你中华民国人口是 日本的大概差不多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 你有办法能够弄出 招出跟日本自卫队相同规模的军队吗 那时候被骂了半天嘛 到现在这边证明果然不行 但我刚刚意思说 日本自卫队的问题就是 它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好 那他们上次出来这个叫做 这个最新的这一款 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 这个最上级的护卫舰 它其实希望透过这个船大量建造 把原先摆在那种什么 包含恒须贺 那个武港 武鹤港 佐世保这些 一些地方对这种小船 通通整合到里面 所以它这个船 它采用了大量的 所谓的模组化的概念 所以现在这个13DDX 它的概念就是 它把原先过去的这个朝日级 再做修改 但是它把这个朝日级的这些船体 上面一些重要设施 它把它模组化之后 等于说把这个 最上级最新的设计概念 要融入到朝日级的这个船里面 等于说两个 做一个相互的这样的整合 然后另外很重要一点 还要让它能够担任这个 防空驱逐舰 也就是日本人叫 防空护卫舰的这样的舰体 也就是说 也后等于说 它这样一个 那个13DDX 它的不但功能会更多 而且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配备 也会更多 因为像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 最上级那个护卫舰 因为它都是摆在这种 它的概念是摆在拱钢 上述到日本港口里面 它做所谓的 那个地方队 就是它并不是要超过 这个1500海里 日本的这个生命线 它就在它周边 上500海里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做类似像本土或是港 那个责任区的 这样一个军区责任区的 这样一个护卫行动 但是他们也发现了 就是说过去设计的这个驱逐舰 功能太过于单一 那个日本 它还有比较高阶的 像这个DDG 这种就是 透过美国输出的神盾系统 相结合以后 它也造了好几个八艘 但这八艘有一些也老了 所以他们希望 未来能够透过这个 相对来说 价格可能跟盾位 可能都比神盾舰要小的船 然后呢 应该它具备有包含防空能力 而且网路战的能力 以及地对空 还有包含高度机动的 探测雷达什么 都要能够有 还要能够降低雷达反射截面机 因为像比如说 他们在最上级里面 引用一个很新的技术 他们那个一艘军舰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叫什么 叫做战情中心 作战官等等 都要在战情中心 接受来自于外界的资讯 然后开始筹划如何硬抵 日本的这个过去 其实甚至整个世界的 这个战情中心的演技 基本上它会有个大型的 中和状况投影幕 比如说我把状况投影上去 但是他们这个 我们刚刚讲这个最上级 他们居然引进了 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投影幕 你知道吗 你站在那个战情中心里面 你根本转一圈 你可以看到你船周围 所有的这样的状况 这个是很厉害的地方 日本在这方面来讲 他们的这种软体的建设 以及硬体的搭配 让这个最上级 其实虽然说 它原先设计 我刚刚讲 只是在日本的那种 周围三五百海里的范围之内 类似于像是 军区责任区的这种 护卫任务 因为它叫那个地方队 但是它的引进的那个概念 因为我刚刚讲 你能够透过这样一个 战情中心的设计 让你在战情中心 执行的人数量可以变少 而且整艘船 用模组化 那个规划之后 你整艘船执行的人也少 这是它未来 E3DDX 希望能够从最上级的经验 吸取以后 成为它未来 因为你像 比如我们刚刚讲 那个神盾的那个护卫舰 就神盾驱驶舰 一招三百多人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最上级 大概一招大概七八十个人 四五十个 还七八十个就够了 所以你看中间差距如此之大 这也是日本为了 因应它自己本身的 国家的这个人口能力变化 跟科技的演技 相互结合以后呢 成为最新的这样E3DDX 是 好我们再来要关心 美国现在最新的动作了 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 美国陆军海军近期在 夏威夷成功试射了 极音速飞弹 为美军表现出了 这个正在研发的 长程极音速武器 还有传统的迅速打击飞弹 提供关键的飞行数据 那也要美军呢 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极音速领域的战略打击能力 不过我们也想请着 少伟哥了 就是因为呢 之前的案例嘛 包括了 实际过2021年 当时就执行过这个 通用极音速飞弹 它的飞行测试 当时呢 虽然是飞弹有成功发射出去 但是失败收场 那再来要看到就是 2023年3月份 它收了第一套 暗音极音速飞弹系统 两天后的飞行测试 也没有成功 那现在大家在说 人家都已经在实战了 美国现在还在实测吗 其实啊 因为以美国来讲 真的我们必须要说 反恐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冲击 实在太大 美国的极音速武器 原本 原本啊 原本是跑在 那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前面 而且跑到前面很多 这个如果你看上个世界 美国在做这个 极音速飞弹研究的时候 有累积了相当多的 这个技术跟那个数据 但是呢 后来就是碰上了 那个反恐战争的爆发 等于美国把整个国家国力 全部投入在反恐战争之上 所有的武器 统统都延宕 弄到现在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比如说 美国国会 常常就面临到军方来说 或者说 检统他们的军方 就发现美军的确 军力还是全球最大 但是美军 转化为一个专门对付 著名地 或者说专门那种反恐 尤其说美军反恐很在 但是就变成说 这种大的国家 面对中国大陆的传统军力 或俄国式的传统军力 可能不见得能够 像这个用热刀切奶油那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 像以美国来说 他就要重新去捡回 那些他们当初上个世纪 已经做完许多测试 然后现在要开始 把它付诸量产 像我们看到 这个长城几英素打击武器 基本上就是 因为过去美国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有非常多的数据 当然了 在这个时候 美国这个战略观念 改变了以后 它可以把过去的数据 迅速地把它武器化 因为就是说 我研究的成果在那边 那我就把我研究的成果 通通拿出来 迅速地把它实用化 把它实际做成武器 当然一开始可能也还是有些跌跌撞撞的 这样的情况 但是整体来说 美国因为面对 特别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因为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希望要实施的 这所谓的区域拒止 那对于北京来说 我要做的就是反区域拒止 你要这样来 我就不能让你这样玩 所以我发展了一大堆 高超英式武器要对付你 那对美国来说 那既然你搞这么一大堆 高超英式武器对付我 那同样的 我把我这些资料拿出来弄一弄 把原先搞到一半 开发一半或什么 因为没有钱继续的这些项目 通通拿出来做 我也一样 可以以子之毛攻子之毛 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整体来说 未来你说 再过十年 美国是不是有可能 能够让它在这种 极硬素的武器上 重新争夺 跟重军一个 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是很值得观察